大家好 我是魔人 今天回到來講 五種屬性最好的四星角 直播很多朋友問 究竟哪隻四星好呢 或者哪隻四星先呢 很多朋友應屬性是否有五星的時候呢 四星也會升 我自己覺得沒辦法 因為起碼是抽齊 而且有不同的角色是很困難的 例如攻擊、副總 今天特意跟大家介紹四星 究竟哪隻四星能夠升 我屬於三個位置 第一個主人功 為何第一個是主角呢 主角是可以幫助的 我自己也升了 好像到了二環還是三環 他已經有10%的經驗值升 大家可以去看看 每隻都是我選擇頂點來詳細看一看 他的評分有86分 是屬於攻擊型 其他都是他的最特別的技能 經驗值升10% 如果到了第五環的話 可以升15% 意味著 其實在打關的時候 可能你帶這個角色去做第四AI 都可以幫助你升上主角的級別 當你升上主角的級別 你的體系會回滿 共鬥之翼也會回滿 有什麼特別之處 龍化加5% 全體龍化上升 這也是很重要的 還有就是氣絕的耐性加50% 有很多的火 即是一些火的關擊戰 你進去的時候 基本上經常都會被人打暈 你中一些技能的時候 都會被人打暈 1%可以防倒 接著就是龍化的龍之恩衛 這招就是效果可以變三次龍之後 即是每一次變龍 他的攻擊力都會提升 一場可以有三次 最多三次 最多可以發動三次 這角色EX就是玩龍 很明顯就是 普通攻擊技是辣 這是火屬性最好的一隻 主角 接著就是輔助 雖然我自己沒有 但我也知道我不是很強 這五隻怪是用力的 這個要按進去 這是它的特色 大家可以看到 一次就升4% 最多有5次發動 即是5-4中20 最高攻擊提升可以達到20 有睡眠耐性 接著就是有7-4上時會加8%攻擊 也是龍化的能量上升5% 好 接著就是火寶 為何火寶呢 因為剛才還沒有補血 我只是說五星暫時還沒有補血 大家都知道只有光寶是5星 所以如果火寶會比較好 其實就是這樣 還有放招的回復技能 因為有些寶是有一招 還有全部都是回血的 這就比較好 說到明 風刑激會有著迷 好 火的系列說完 說一說水的系列 水的系列就是上一隻的... 教官的20% 魔法生物黑星 比平時多打20% 他的攻擊和技能都可以補怪 接著就是HP70以上可以加8% 就是最值得升的水角色 第二 為甚麼呢 這跟火寶是一樣的 因為暫時屬性補水寶而已 自己第一招是補血 全體回血 加防 我覺得加上血就最好 火型激活躍 即是打火屬性的刑激就非常好 接著就是這隻的水短 但一隻比較好 一隻比較低 這兩隻水短的評分差不多 兩隻都是三位 一隻可以減對方防 全體就是自己的能力比較強 大家這樣理解 接著我們到封屬性 我自己非常喜歡封屬性 很想介紹這個角色 這個角色 我沒想抽到的 因為其實很厲害 85分的評分 這包不是太多了 為何會這麼厲害呢 技能對直線的風傷害 造成毒的狀態 就是信吉 將你的攻擊提升25% 5秒 本身這個角色的全體都可以加攻擊的 即是全體 加了3% 接著是攻擊 我們拉桿去看看 這陣 好 先轉一轉 這個背水的攻擊就是 當你的HB到30或是低後 你就可以將你的攻擊提升5秒 每個任務最多是一次 即是如果你是打BOSS的時候 會多到次線 接著就是不防水 有些怪會打到新的 但這隻可以防濕身 超速特效加8% 我自己還沒玩過 他說超速時對造成傷害提高8% 超速DRIVE 應該是這個 其實會打得更加多 如果你... 這隻角色的傷害超級大 然後他開技時又有5秒 然後你還沒... 不對 現在的風龍已經加40%了 嘩 不得了 雖然是四星 但我覺得這隻角色很過癮 所以這部影片是特意介紹他 我只是介紹其他原因而已 第二位是二代替到鷹眼 有遠距離的攻擊 開始時的技能可以加50% 這是第二位的特色 接著到封鎖技能保護所有隊友10% 這個應該逐時間更加長 應該比角色更長 火力足以擊敗敵人 我覺得這麼有趣 火力上升足以擊敗敵人 我覺得這隻不用看 頭兩隻比較重要 也是上升最強的兩隻 如果這隻頭兩隻都沒有 如果沒有五星封角的話 就可以看看這隻 第二... 乾屬性到天鷹吧 可以... 天鷹的傷害非常高 對目標和周圍輕微的傷害 第二位的攻擊力強度 10秒 這麼有趣的 任務期間最大的5%提升HP HP到上限時 HP上升效果 就會為HP恢復效果 不好意思 為什麼會這麼厲害 應該是下面的技能 時候技能會增加50% 然後就可以發動技能 這是全體技能損失 應該是全體上升技能攻擊 助手增加50%的耐性 這個技能在破壞的時候 可以增加20%的輸出 原來的話 這個輸出也挺厲害的 對 是因為破壞的時候 更加痛 這隻就是天鷹的角色 特色 光槍啦 光槍就是朱麗葉的代替 應該是因為他的傷害 還有就是可以全個... 有益 即是全隊友都可以幫助 然後就是... 總之他的能力比較高 如果你說光系屬性來說 接著就是輔助攻啦 他的突破突發攻擊 這真的超級厲害 會增加攻擊這麼有趣 極度經驗加20% 這角色不行了 進去看看這角色 雖然是排第三角 但很想看 評分是85%的 可以看這招的都是範圍技能 對目標造成傷害 這不是範圍的 上面的就是直線攻擊 技能加5% 是全隊的 全隊有效的 用爆發殺死敵人 殺死3隻 你的攻擊力會升4% 那就會升5次了 跟我之前... 在暈的情況下 敵人會增加20% 我看見敵人 這角色也不是太好 如果大家... 就算有也要考慮一下 一定是天陰和光槍比較好 接著這角色應該是送的了 對啦 送的了 輔助攻啦 技能全體提升5% 抗到毒和抗到詛咒 對啦 到最後呢 其實我一直都很想升 也曾經升過 因為我一開始真的什麼都沒有好 但是現在多了五星角色神法 那就升了五星角色而已 暗短的時候爆發力非常高 大家可以看看為什麼 我再痛一下吧 第一招技能就是 周圍暗屬性的攻擊 前方的攻擊 其實算是打範圍的 然後臨界率其實可以全體加3% 疾風轉的... 加8% 不要再說了 命中倒15% 或者更多的時候 可以攻擊關鍵 提高這個... 我們可以看看 這就是爆擊率 麻痺耐性增加50% 那就不怕麻痺了 然後一開始就可以有五星的技能條 即是你再打到50% 我覺得相當不錯 第二名就是暗寶 暗寶是故事拿到 整體HP 其實是... 這隻暗屬性的寶 大家就看自己吧 因為暗就是寶 我覺得這隻可以的 真是很費用 看看你自己有沒有暗 即是有沒有那類的角色 可能你說暗打... 暗打得比較多的時候 你回復的次數一定多 因為你的技能是可以發動得更多 所以就要看這件事吧 如果你說打光關帶進去的話 也是絕對不錯的 接著就暗發了 因為玩爆發攻擊 攻擊傷害...攻擊技能傷害也會加20% 即是你儲力 不至於再攻擊技能 你儲力攻擊的時候 你打擊吧 攻擊技能 即是你打擊技能 這隻很明顯是爆發的 但又有輸出的 可能是技能 我們可以看看 好... 其實都是傷害的 很特別的輸出 這隻我自己看是一隻輸出 對了 看大家怎麼看吧 如果說真的連暗也沒有 唯有選擇 選擇這隻啦 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分享給你可能很必須的朋友 謝謝大家觀看 拜拜 字幕秀方 李宗盛